那人那生那身共闻 一朝踏入小鎮 听风听月听惊复阵 命运为爱我们 你且看岁月问梦 悔念你付诸半生 红墙下空流云人 等夜深 等永恒 若是见风云涌天下流亡 我随你通往 过千山 心弯将我爬满 幻莫伤化在岸 爱与恨 太凌润 千康聚散 从你幸运为荡 春秋长 终能与你浪迹红尘 你呀你 内朝皇帝不是嫔妃陈群 你已经登基不少时日了 忙完那些大事 就该考虑纳心的事情了 母后 儿臣是想父皇大丧不久 皇后又刚刚怀有身孕 此时甄选绣女 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啊 你刚刚继位不久 根基尚前 正需要各搭世家的 倾力相助 匡扶大业 联姻就是最好的办法 至于皇后 就应该母仪天下 万事以江山社稷为重 若这个她都不懂 就不配坐镇中宫 恭迎王妃回府 还不快请大王入府 行 哥哥可在府上 世子已早被太后叫进宫中 还未回府 快去通报一声 我带大王先在府上转转 是 这相府的奢华 笔之皇宫也不畅 世祖百年 大都如此 嫁给我 委屈你了 我虽然生在金玉之家 可从来没有在乎过金玉玉事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安稳 这就是我的闺房 小时候啊 一到夏天 他们 哥哥 我 锦儿 就最喜欢在这儿玩 弄得满园子都是水 父亲呀 没少责罚了 何人放肆 阿妩姐姐 姐夫 你好凶啊 你是 倩儿 我是 叩见大王和王妃 叩见大王 王妃 婶婶 家中不是朝堂 无需行此大礼 多谢王妃 倩儿 我总记得你小时候 怯生生的样子 想不到 今日竟出了得如此可人 我都快认不出了 多谢阿妩姐姐夸奖 怯生辟举商街 属于教导 实在欠无礼 对王妃啊 大王多有冒犯 还望见谅 无碍的 对了 来 这是狼牙族亲们啊 送给你的礼物 拿着 收下吧 劳烦婶婶婶了 对了 这是佩儿送给你的 你还记得佩儿吗 佩儿的生物啊 草亡 自小啊 由我代大 先前啊 她被封为宣宁郡主 远嫁 迎亲光禄大夫 吴俊 婚事虽然不错 可佩儿这孩子啊 实在是命苦 她婚后啊 不久就怀孕了 没想到不足三个月 就滑胎了 真是的 不到一年 又经历过一次 我 婶婶 大王朝中还有要事 请让她先行吧 我 今日天冷 你又在刚刚痊愈 别着了 阿妩 你真是嫁个好夫婿 太后真是好眼光 神圣 那大王您说 这湖蓝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还记得我方规删了一只虎吗 您说何兰真啊 这段日子来自北京的骚扰少了很多 说明它开始起作用了 是可惜南天之心不能小事啊 这个世间来访 恐怕也只是一时之计 您看这个贺兰真 跟咱们打了多少回了 赢过吗 还死性不改 远来是客 好吃好好地招待着才是大国风范 大王咱们什么时候回宁朔呀 回宁朔 京城的逛逆了 没有 我就是觉得吧 老不打仗了 这刀 都不会用啊 我也怕 我怕将士们扬尊处优 在京城待得失了斗志 咱们留下来 守在这儿藏府之地 老百姓 才有安生日子过 过几日你同我一起入宫 为何 沈生和倩儿入京 对于王氏来说也算是一件大事 太后宣召永安宫赐家宴 希望大家一块聚聚 我当然知道你还是记恨他 不过再怎么说他也是太后 他与我王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太后这次招他们进宫 还不是为了重整我王氏 提早做准备 行了 赶紧走吧 我还得去用这俩麻烦 陛下 做什么 朕曾听母后说 朕当年在她的肚子里很是闹腾 让她受了不少苦 朕现在 就要告诉我们的龙儿 龙儿 听着 在你母后肚子里不要折腾 乖乖的 听见了吗 陛下 你对宛如可真好 陛下 宛如有件事情想跟陛下说 皇后 你可是听到什么了 众臣们大张旗鼓 祈求陛下纳取心扉 我要是说我不知 那不是太过虚伪 对 可 可你怎么 陛下 若说心里话 臣妾一百个不愿意 不愿意和别的女人分享陛下 可是 臣妾是陛下的皇后 应该母仪天下 应该有皇后的样子 所以 臣妾想明白了 既然身为中宫之主 那么就应该尽心尽力地 为陛下着想 宛如 不管将来入宫的是谁 皇后在朕心里的位置 是没有人能替代得了她 有陛下这句话 臣妾 就放心多了 喝个药还得哄 来 喝了 不喝 喝了 不喝 不喝 你喝 行 喝 喝 你无止 不好好喝药 我会更无止 这药都喝了多久了 一直不让停 还一定是收了你的好处 故意来欺负我 谁会故意来欺负你呢 谁会故意来欺负你呢 最后一口 上辈子 上辈子 我定是欺负你的 也许还是我欺负你的 也许还是我欺负你的 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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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嗯 母亲 看看这套好看吗 玩儿珍珍妙龄 自是啊 穿什么都好看 走 倩儿不吃 母亲又哄我 在狼牙时 都说倩儿容貌天下无双 可今日见了阿妩姐姐 方知她竟然比女儿还要美 阿妩在美貌 她和佩儿一样 你下去吧 她和佩儿一样 也是个没夫妻的 母亲此话怎讲 我派夏人啊 多发了一点赏钱 方在府中打探 阿妩几个月前 是了府中的孩儿 欣欣儿 性命不保 我看她身体柔弱 将来啊 苦难以伸扬 果真与佩儿相相 若是没有子嗣 就算今日豫章王对她百般宠爱 也不过是过眼疑 你可知太后派人将咱们 从狼牙街到京城 是何用意 想让女儿入宫 所以 您要紧紧抓住这次机会 多谢太后姑姑赏赐 是 倩儿真的很喜欢 倩儿喜欢就好 我们狼牙果然人杰地灵 竟生出这么水灵的姑娘 谢太后夸诞 母亲 太后姑姑对倩儿真好 就像我亲姑姑一样 太后 本来就是你的亲姑姑 太后姑姑 倩儿说错话了 倩儿的意思是 倩儿喜欢太后姑姑 这丫头 殿下 豫章王妃来了 王宣 拜见太后 起来吧 谢太后 拜见王妃 阿妩姐姐来了 婶婶 倩儿 你们先都坐下吧 婶婶请坐 阿妩 今天的家宴正值倩儿母女二人远道而来 来 我们王室家劝一起热闹热闹 姑姑也给你准备了从狼牙老家带来的甜米糟 我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的 多谢太后有心 太后姑姑偏心 倩儿 不要紧 倩儿这性子我喜欢 一会儿宴席上啊 也定会有你爱吃的东西的 多谢太后姑姑 有没有朕喜爱吃的东西啊 参见陛下 快闻你闻礼 既然是家宴 阿妩便不必拘泥 谢陛下 朕当了皇帝 你妹妹之间倒是疏离了还多 皇帝陛下乃是九五之尊 王宣自虚恭敬 是吗 朕可清楚地记得 你与先帝相处可从未讲过规矩 皇儿 儿臣给母后请安 皇儿 快见见你舅母和表妹 倩儿拜见陛下 皇儿 这位妹妹 母后 我们狼牙王室之女 果然个个都跟阿妩一样 天生丽质 多谢陛下夸赞 她们 倩儿哪有姐姐般美貌呀 的确 差那么一点点 好 下去吧 太后 招了一个 招了一个酷似王宣的丫头 还在永安宫摆了家宴 可婢子觉得 事情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是 若不是 先前顾不上 太后早该向我开导 如今皇帝已经登基 她怎能允许大权旁落 殿下的意思是 太后要借甄选秀女的机会 召她入宫 怪不得 百官在此时觐见 要皇帝纳妃 因她知道 皇帝对王宣有情 所以 找一个跟她相似的 倒是省了不少力气 若太后真有此意 那岂不是 她就是冲着我这个皇后的位置来的 阿妩 阿妩 等一等 皇帝陛下 朕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都别跟着了 是 阿妩 此刻并无外人 就还如先前一样 叫我子龙哥哥 可好 郎牙故居遥远 我也是多年未曾回去 颇为想念 今天你们俩入宫 也算是了却了我的思乡之情 你们难得入宫 桂嬷嬷 在 带他们俩到宫中转转 逛逛御花园 是 多谢太后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臣妇告退 倩儿告退 是 倩儿真是个傻丫头 我可别选错了人 去把温相叫来 是 阿妩 快来快来快来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 一到夏天 我们就躲在那儿脚底下抓鱼 就那儿 你总是子龙哥哥子龙哥哥的叫我 恐怕不带你玩 一晃经年 已经无是人非了 这些年 母后她 是 如今我已经当上皇帝 可是我们身边的亲人 故人 却都一个个地走着走 没得没 阿妩 发生了这么多事 想必最苦的就是你 告诉我 你恨吗 我该恨谁呢 我还该谢谢你呢 谢我什么 谢你给了我父亲一条生路 你莫要谢我 要谢 就谢你的父亲才对 我父亲 你父亲 既然拿我的性命相邪 自然就断了我与她的亲缘 我也不会手下留情 可我没想到 郁传王 竟然跪在御术房外整整一夜 她说 你已经失去了母亲与孩儿 此事 不能再失去父亲了 我听她这么讲 才勉强同意了 她没对你讲吗 可以 阿妩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 那一日你与母后 父皇变天 可与母后有关 是吗 没有 是不是没有 没有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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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倩儿觉得这皇宫 没有倩儿想象的好 狼牙虽是跟这儿比不上 不过咱们的王府跟这儿比起来 也算是毫不逊色的 小点事 这位妹妹说得不错 论金质秀美 王氏府邸比起皇宫大内 也不逊分好 婢子拜见皇后殿下 臣妇薛氏 小女王倩 叩见皇后 叩见皇后 小女无状 不知皇后驾到 出言不逊 请皇后念在她初次进宫 年纪尚有的份上 切莫怪罪 启禀皇后 这是太后的狼牙族亲 倩儿姑娘是皇帝的表妹 快起来吧 快起来吧 谢谢皇后 果然 都说今日宫里来了一位 天心一样的妹妹 长得禁语豫章王妃有七八分相 这么一看 果然并非妄言 倩儿虽远在狼牙 却也听闻当今皇后才得无双 今日得见真容 方知民间传闻并不准确 皇后何止是才得无双 原来是颜容德宫 皆为天下女子之楷模 倩儿险些看呆了呢 这小嘴跟裹了蜜糖一样 仓促一件来不及准备 这个算是姐姐送给妹妹的见面礼 来 多谢皇后 倩儿很喜欢 妹妹以后来宫里 随时可以去我的昭阳店做客 好啊 好啊 日后倩儿在宫里也有姐姐了 温相 请 温相 请 请 请 陈温宗圣 叩见太后 起来吧 你我不必多礼 不知太后换臣前来有何要事 我要和你说说皇帝的事情 坐吧 谢太后 我听说温相对皇帝选秀纳妃一事 颇有成见 若为此事 臣的确不赞同 前朝后宫密不可分 温相侵然其中多年 不会不知道这其中的牵连 如今执意反对 对 难不成 对子龙不满 不愿真心帮谈 太后 为臣一向是忠于敌军 从没有任何私心杂念 对 臣反对皇帝此事 那非 只不过是因为现皇尸骨未寒 此局 不合时宜 不合时宜 你 若是温相真为皇帝和天下着想 就应该布局成规 现如今朝局刚定 内忧外患 皇帝根基未稳 更需要各世家的鼎力相助 联姻就是上策 既然太后已经有定夺 那还换臣来做甚哪 可还记得 你当初所言 太后 不 哥哥当初想害你 我宁可翻脸也要护着你 皆因为 你我的情意 我还记得你说过 会生生世世守护着我 我 若是你 也不愿意帮助我 温朗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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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后请放心 我温宗慎一定 竭尽全力 守护皇帝 守护太后 你好 您行啊 砸草 麻绳 金融 Pro 白 Stock 笔花 通锋 安트를打高 粗之滥造 我 那我 在简殿王侍候 一直有传言 受江南各镇的士兵 自觉比咱们宁朔军 敌人一等 可有此事 那我这您都听说了 我还听说 江南各镇 已经有士兵滑变了 他们呀 一直都怕受简殿王牵连 现在借由东一之事闹事 倒也是不奇怪 去看看 他们宁朔军中还有多少余钱 都拿出来 赶制一批东一印籍 大王凭啥花咱宁朔军的钱啊 宁朔军和江南各镇士兵 都是我大成的兵 有何区别 是 我再给你个柴石 去查 这批东衣究竟是从哪里进的料 在哪里制的成衣 每一件成衣究竟花了多少钱 这钱 又都经过哪些人的手 刮布呢 刮布 这钱 我说是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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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快看 这可是皇后戴的镯子 必定是价值连城 还有太后姑姑和皇帝的赏赐 这次入宫真是收获匪浅 她摸不过给你几个玩意儿 就把你哄得心满意足啊 您好歹也是狼牙王室的女儿 赞德 就这点演技 狼牙王室 狼牙王室 母亲你还好意思说 自以为狼牙富庶 到了京城一笔 女儿竟成了相互人家的小姐 别的不说 只说今日 谁见到女儿对外阿妩阿妩 说我长得像她 为何不是她酷似女儿 在狼牙 谁不是奉承我 到了京城 却成了别人的陪衬 王室乃是王室正统的嫡女 自然不一般 正统 是 是不一般 大伯戴罪至深 流放至今 生死未卜 就算她有个仙长公主的母亲 不也是一名呜呼 你不口 私下说也就罢了 在宫中 你也口无之来啊 你也知道 这是京城 不比狼牙 在狼牙时 天高皇帝远 就算王室的旁之 也足以任你逍遥任性 可在京城呢 处处玄机 步步惊心 你若不收敛悔改 将来恐怕 被持得连骨头都不深 倩儿有太后姑姑照拂 谁敢 她夸了两句 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 天高地厚了 你忘了 你和凯儿是一样的 不过是她在宫中 运出帷幄排兵布阵的棋子 那一年 她不顾我苦苦地哀求 把你哥哥 我唯一的儿子 送到军中历年 未及回京就病逝在外 就连最后一面 我母子都未曾得见 可王室呢 这因是长房长子 在京城花天酒地 却在童年家风险绝 这件事情 你一定安排好 王室 苏 苏苏去办吧 苏哥哥回来了 他不会听见吧 快 苏儿 好 睡一睡 苏儿 沈娘有件事要跟你说 好 神圣之处 我和倩儿自狼牙而来 孤儿寡母 常去王府也不是个办法 我已差人啊 在京城寻满宅子 一旦找得合适的 我和倩儿便搬过去 是苏儿有什么地方照顾不周吗 苏儿多虑了 母亲 倩儿不想离开王府 王室这么大的府邸 难道苏哥哥就容不下一个倩儿吗 你懂什么 你懂什么 如今你苏哥哥已经早已成家 想来不日也会封王 咱们久居在此啊 总是多有打扰 倩儿说得对 这么大的宅子 怎么会容不下你们 再说这也是我王室 在京中的宅院 即便父亲不在了 就是就是 都怪母亲 惹得苏哥哥伤怀 你就听我和倩儿吧 再说倩儿聪明活泼 像极了初哥前当 每次看到他 总能让我想到一些往事 也算是一种心理安慰吧 既然如此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和倩儿便继续打扰了 好 行 请 启禀皇后殿下 户部府君谢首正求见 过来吧 谢守正拜见皇后殿下 按备份我应该叫您生书伯呢 快起来吧 谢皇后殿下 谢府君这是何意 此乃翡翠麟 臣听闻皇后殿下怀上龙子 特意到京城找到最好的工匠 叼此麒麟 恭祝皇后殿下 奉体康健 福寿绵长 收下吧 是 如此倒是让你破费了 皇后哪里的话 老臣能有今日 全靠皇后殿下栽培 栽培这些话就不必说了 你如今在互不共职 自然应该知道 本宫向皇帝 举荐你的用意 老臣明白 臣愿为皇后殿下干脑涂地 万死不辞 万死不辞 你身居要直 时时处处要小心谨慎 别让眼红的人抓了把柄 是 好了 我也累了 谢府君 你先退下吧 行了 别疯了 行了 您俩别闹了 行了 您俩别闹了 阿爷姑娘 阿爷姑娘 好 宋将军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给玉秀姑娘带了药 想劳烦姑娘帮忙转交 多谢宋将军 玉秀姐姐知道了 一定会很开心的 还有这花 也劳烦姑娘 这花也是给玉秀姐姐的 没想到我们宋将军 还会给姑娘送花呢 那我这就给她送去 姑娘 劳烦 客气了 宋将军 好 姑娘 这花是从黄陵带回来的 记得放在向阳处浇水呀 知道了 为何可在天下 泪可寂静难加 清风哭哑如千丈杯架 梦中一念你笑颜如花 此曲线已怒骂 归来迎你温雅 谁难舍放 扬不下 可摇弃 与你花 与你花 千月下 因为你此生才不舍 繁华 等于海风烟淡化 天涯庆祝归家 我们再相约于春秋冬夏 为你我 像风时那一沙满 用一生的步伐 去挣扎 去牵挂 终为你已诺而舍别天下 等沧海拾尽了千花 与你花千月下 因为你思想 在不朽繁华 当沧海一千捆变化 天涯庆祝归家 我们再相约于春秋冬夏 天涯庆祝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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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庆祝归家